那因為今天天氣不是很好 就是陰陰的 那根據氣象報導 就是下雨的機率90% 所以預計它大概下午才會整個雨下下來 我們真的是非常擔心 但是又不能承襲乾 那我們也不能等 所以我們希望今天早上立馬 趕快把混凝土全部膠質好 然後就可以下一點雨就可以膠質 就可以養護 這樣子是最完美的狀態 所以我們希望早上趕快 可以的話在10點半11點之前 趕快把所有的工作都搶起來 那讓它下午的時候下點雨 這樣我們是可以接受的 好 在工地的安排工程 就是有很多很刺激的事情 總是不能盡如人意 但求問心如愧 我們有問心如愧嗎 好我們現在就要到現場去看看板模 大家記得怎麼樣 那因為現在我們在等待混凝土的時間 我們就去現場看看吧 嗨 早 好 這是一個熱情的人 老闆早 老闆早 老闆你很早就來了 你六點就來了嗎 六點就來了嗎 六點就來了 六點就來了 五點多 五點多 沒有 我不知道不聽到 哇哦 好 我們一進到工地這邊看到的是 階梯的部分用板模先固定起來 那現在會 因為昨天有先放樣了一下 所以板模師傅就按照放樣的部分 搭設這個板模的板子 這張板子叫做什麼 腳材 腳材 它不是整片的那種板模 它是那種腳材的部分 那它會按照旁邊色的高度 就是把它打起來 那一定不會整個板模都是非常剛好的 所以如果沒有剛好的時候 我們就利用一些材料把它支撐起來 然後釘在牆壁上 那整個把它固定起來 老闆這兩個要怎麼給它 就是很硬的這樣 蛤 就是要怎麼給它灌漿下去的時候 這個板子被撐開 我撐開一點點就撐開 它就是上下 這邊我會拉 哦 所以就是中間也是把它釘下去 哦 懂了 板模的部分呢 我們要做成一階一階的階梯 所以按照這現在的情形看起來 下面是必須要再有一個平板 這個也可以很值得看這樓梯到底是怎麼灌的 現在非常的忙碌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是玄關的部分 玄關的部分因為待會粉凝土會灌下去 會到那個紅色的線那個地方 所以旁邊這邊必須要把板模搭接起來 搭接起來它灌 待會膠織下去的時候才不會從旁邊滿過來嘛 所以必須要稍微擋一下 等一下偷偷跑進去 然後這邊有一個門檻的部分也要稍微遮一下 那其實是因為我們是用鋼網牆的部分啊 那鋼網牆的部分就不太需要板模 如果正常是用R系的話它現在就是必須有 所以我現在看到鋼網的部分啊 通通都是用板模的部分取代 所以用鋼網牆的部分就是會有這種好處 你就會省了板模的錢啊 嗨小老闆早安 我們前面紅色的衣服這個小老闆是剛往常的工班 那今天我們會需要它一起在現場支援 你今天為什麼需要在現場 就是要控制它灌的快慢 比如說它灌到一個高度 它還要繼續灌的話要叫它快點移位置 因為它這個 因為那個漿裡面有水啊 它如果水它還沒排出去的話 它壓力會很大 你跑沒路啦 會崩掉嗎 對 它會跑出來 所以要說比如說大概一兩米高 就要叫它移位置這樣子 好 那待會我們就看你表演 不會啦 習慣就好 泥土已經非常壯闊的從路的那一邊緩緩的使進現場了 我擋到它的位置了 帥啊 帥啊 我在等你啊 太帥了 穩泥土 發現它走錯方向了 因為那個混泥土的車身 必須要在這個押送車的後面 所以它必須車子再繞一圈 然後把它屁股對著這個輕啊恰的屁股 這樣才可以把它的混泥土 把它倒到這個押送車上面 那個工程人員啊 跟健物師他都警告我 就是你啊 盡量不可以在你的頭頂上面 會有這些機器的地方 你不可以站在它的下方 所以我現在必須要把我自己 移送到旁邊去 對 因為它有可能 工廠會有一些公安的 意外啊 危險啊 都是很難預料的 所以就是 規矩就是這樣 記得你的上方 你的頭頂上方 不可以有一些 呃 輕啊恰啊 吊車啊 盡量它都不要在你的頭頂上方 盡量它都不要在你的頭頂上方 可是我就會忍不住一時想要靠近欸 蛤? 我們 現場看到那個 薑啊 水狀的薑 持續往下流 哦 我們會發現啊 板膜有時候會 沒有弄好的部分 那個薑會快速地從旁邊流出來 他們就要用那個 想辦法用東西把它擋起來 可是我現在看的師傅是拿一個塑膠袋 嗯 呵呵呵 哇哦 得 現在師傅正從上方 快動了 好 我們這一趴看到的是 抹泥土 現在上到二樓 然後沿著 剛往裡面 往內膠製 那下方會有一組人馬在下方stand by 那 透過那個 剛往牆的部分 可以看到現在 穩泥土的膠質 從上面蟹漿下去 這樣是我問一下 就是 它就是有一些孔隙 它要把它 它要把它噴開 不然裡面會有孔洞 會 會有空心的 像泡泥湯的 那要怎麼看得出它有孔洞呢 那也要問師傅啊 那裡面那個 那個 剛往牆的師傅嗎 對對對 白黑虛虛的那個就是有孔洞 那個就是實際的 那這樣是問一下 就是這種混泥土啊 就是跟一般RC的混泥土的 配比不一樣 它配比是不一樣的對不對 對 比較細料 所以這個就是會比較 它會比較細嗎 對 它會比較細 那比較細它會 比較細流動性比較高 所以它比較不會像 那個 一般的RC的配比 標準的配比 這樣 會有那個 縫泥湯的情形 那這樣子會影響 就是 比較細跟比較粗 會影響強度嗎 理論上會有差啦 可是因為你這種剛往牆 它本來就是 一個圍繃的動作 它實際上沒有 不是以這個靠主要的結構 因為它是鋼骨 是主要的結構 牆壁只是把你那個 空間圍繃起來 所以就是如果 像這種是 細砂配比比較多 那如果 石頭配比比較多 就會比較強的意思嗎 對 因為石頭 有涵在裡面 它的強度會比較強 嗯 嗯 知道了 謝謝 你說要先看 因為一直流 一直流 我地板如果很空 所以那些都中 就會喊出來 就會浪費 當然地板最好是 石頭比較多 比較好啊 因為比較堅固 我會敗了啦 我會敗了啦 對啦 我會敗了啦 師傅 我問你喔 你的罐阿西比較好管 還是在鋼王牆比較好管 阿西比較好管 鋼王牆比較好管 鋼王牆比較好管 怎麼說 因為鋼王牆比較小管 比較小管 你要漏掉的東西你就少了 你要慢慢漏掉 對啊 因為阿西就一次可以 比較快 對啊 了解 師傅的經驗告訴我們